深冬时节随着黄浦江水位的回落 上海浦东滨江大稻断的滩涂上 滞留了大面积的水葫芦 夹杂着各种饮料瓶 白色泡沫等废弃物 形成了壮观的垃圾袋 既有碍景观也污染环境 希望当地环保部门及早动手 别让如此壮观的垃圾袋杀了风景